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地方 很不喜歡 台灣把事情都看得很簡單 沒那麼簡單 這麼老實的講出來的外國人的YouTuber 哪裡唷 接下來我們講 什麼都喜歡嘛 不可能 但是從東京來講 比較是喜歡 但是有一些進步的空間嗎 你先開始 或者我先開始 剪刀子都會這麼說 西班牙文有一點長 是 那你先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地方很不喜歡 台灣把事情都看得很簡單 然後都是用刻板印象來想 看到某一種現象 會覺得 這個 原因應該是這樣 原因是只有一個而已 比如說 看到你外國人 你應該是 山山聚業店吧 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 有刻板印象 來瞭解 你日本人 應該很有禮貌吧 對 對 馬上講 這就是 而且我覺得台灣 莫名其妙的一個地方是 會對自己有很多刻板印象 沒有 因為我們台灣很保守 有嗎 我覺得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 常常會想要把事情簡化到不行 然後我常常聽到一個我覺得很沒有道理的事情 因為台灣怎樣 因為國外怎樣 然後常常比較台灣跟國外 然後很像國外是一個國家 國外不是一個國家 國外就是快200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 在某一個程度有一種可愛 但是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很煩 我一直要解釋 你西班牙人 你們那邊很誇張 因為有鬥牛 我本來沒有去看鬥牛 我非常反對 單純的 直接聯想到哪裡 就決定 這個人是怎麼樣 對 論到你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一直都沒有講 但是我想要講 而且有可能是台灣人在講 這個是有一點的意外的 我真的討厭台灣的 台灣的威威 可以種醬啊 可以賺錢啊 但是我覺得 雖然說威威是沒有強迫性 可以選參加或者是不參加 假的 這個是假的 而且是那個地方 就關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然後就要吃飯 然後看表演 而且是 我為什麼吃個桃園 是有理由的 紅包 有沒有 有時候是一千五百塊 兩千塊 三千塊 但是那個時候 大家都在 一千五百 兩千塊 耶 我覺得那個 被別人管在一個地方 然後長得一千五百塊 或是兩千塊 那種感覺是 我覺得不太對的 因為這樣的話就 算起來了 十千五百塊 這樣的話 我記得 集中一個獎 一個人拿到二十萬 然後就趕快 來解釋就好 我很少會參加威威 我參加過 兩個威威 集中一個 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玩 雖然我那個時候 有一點被討厭 因為那時候 我要介紹 黃小虎 然後我最常喜歡 黃小虎 所以我就開始唱 他的歌 但是我故意唱得難聽 然後他好像不是很喜歡 但是這個效果 不好意思 為了效果而難聽一點 其實唱得很好聽 沒那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 有一點點強迫性的唯一 有一點點耐心 如果要強迫的話 那個獎要大 然後人人都有獎 但是人人沒有獎一樣 台灣老闆 要記得喔 跟大家一起吃飯 開心嗎 你的豬隊友 開心嗎 上班的時候已經不爽了 下班之後也是要跟大家一起 哈哈哈哈 好假喔 下一個 我覺得 全世界 任何一種歧視都有 每一個國家都有 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 這些難免的 但是台灣有一種歧視 其他國家沒有 自我歧視 非常不喜歡很多台灣人會 比如說中央內外啊 國外的月亮就比較遠啊 當然就國外好的地方 我們要學習 但是我覺得 也不應該要小看自己 看到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台灣很糟糕 台灣是跪倒 那是為什麼我做這個品牌 Tenet of Taiwan 這個不是做給外國人 這個是做給台灣 或者讓台灣人比較驕傲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國家 會為自己驕傲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當然也不要太驕傲 可以兼虛 但是也不要小看自己 我非常討厭有人說 台灣是歸黨 台灣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不好的事情 一大說 也不是台灣人嗎 讚美台灣的時候也是 但是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是你的眼睛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好有不好 台灣小小的 但是很強 輪到你 輪到我了 這個地方每次講 台灣的房子太貴 台灣的房子我覺得是太貴的禮 因為四九一千萬台幣 兩千萬台幣 兩千萬台幣 台灣人的薪水是多少錢 三萬塊 四萬塊 買得幾萬 而且是這個事情 已經很久很久 第一 中國第二 香港第三 台灣 我喜歡他把中國跟香港 點出來 因為是鬼 這個 不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發現 很少建制人物講到這個事情 大家都說 基本的薪水要提高 覺得提高一點點也沒有用 買不起 這個是好的事情 但是 為什麼這個太高 買不起的東西要下去 很多很多房子 新的房子 一直蓋一直蓋 沒有人去 沒有開單嗎 我認為很多人會超販幣 來賺錢 而且這個只能由政府來光 對 一般人也沒有辦法受傷 那只好賺錢 政府的大家 不要下去 人事 活也是 死也是 就一張頭 這麼多房間幹嘛 對啊 我覺得 房子應該是 不會很輕鬆 但是大家都 買得起 我覺得十年是合理的 對 合理 但是現在 就是一輩子了 對 一輩子也買不起 你還想要付 為了讓 國民的幸福來想的話 我覺得這個屋邊是改的話 台灣很棒 我同意 最後一個 不喜歡台灣的地方 是 有一個英文的單字 翻成中文 是叫 消極攻擊 英文是 passive aggressive 意思是 有一些人 要攻擊你 不會用幾些的方法來攻擊 會用疑問句來攻擊 例 你覺得這樣是好嗎 我超討厭這種說法 因為意思是 你這樣不對 但是為什麼他用疑問句 哦 因為如果 你說 難道不好嗎 他會說沒有沒有 我只有在問 都會用一個比較安全的方法來攻擊你 被攻擊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生氣 很不爽 如果你真的 不喜歡我 或者 你覺得 我有什麼不對 你可以直接講 不要跟我說 你這樣對嗎 哦 這樣很奇怪 我覺得這方面 我比較不喜歡 這個維吻的講句 維吻的講義言 是 日本人也在 也是用 我也覺得 這個應該是 台灣人從日本學 我一直聽到 這個 真的 我們也有 比如說如果 你阿姨跟你說 欸 你一直都在台灣 這樣是好嗎 對你父母是 孝順嗎 差不多讓父母安心一下 不是比較好嗎 如果你覺得這樣比較好 不要問我啊 你已經知道啊 莫名其妙的 我覺得阿姨很會這一招 對 他們以為是為了別人好的那種態度來講出來的 但是其實沒有 但是 論到你 最後一個我覺得台灣的交通太亂 上一個影片我們也講了 這個交通的方便是有的 真的 交通意外太多了 我其他的影片也有講 台灣的交通意外的數量 接近日本 你知道嗎 這個多可怕 日本有1億兩千幾百萬可能 台灣兩千三百萬可能 然後就 2018年的時候 40萬 但是台灣2018的時候 30幾萬 我覺得很多人是 不是 起車或是開車 就不會看到周圍 要小心馬路上保 我覺得如果是交通意外的時候 我覺得只好這個方法 一次交通意外 就把它的建造 所以比較嚴格 嚴格一點比較好 因為是台灣是考建造太簡單 它就是很便宜 大家都可以拿建造 我覺得OK 但是太亂的人太多了 沒有安全的概念的人 開車 其他的小規則的人 是做傷 如果有一個人已經在違規為了方便 我覺得還好 比如說 人行到 騎摩托車為了行車 我覺得也還好 但是如果你已經在違規 提起馬 你要小心 周圍 你不要在那邊 騙騎摩托車 然後看另外一邊 這個我遇過 我被人 撞到 不要那麼擺目 好不好 大家 多做一般般的公共交通工具就好 不建議大家坐 機車 擺車 外國的朋友來 然後他想要考驕照的時候 認真的嗎 台灣 不要比較好 安全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就到這裡了 就是我們講 台灣很喜歡的地方 好的地方 很棒的地方 後來講了 不好的地方 左邊改一下比較好 部分 兩邊都有 然後我們覺得 喜歡 所以這一點 不要誤會 你覺得台灣最好跟最不好 對對對 也有留言 然後我們 H3那邊 也有拍了影片 所以請大家多多看一下 他的影片 我放一下那個連結那邊 所以一起要看喔 兩格多訂閱一下 拜託啦 真的 這麼老實的想出來的 外國人的YouTuber 哪裡有 兩格多要 知道了嗎 這個沒有自由 沒有自由 原本怎麼知道 天文一樣一樣 那麼 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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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